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破这个短板 补上这个短板 中国就有这个能力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 预警机 早年的时候中国想跟以色列买预警机的设备 跟俄罗斯合作一个载体 结果被美国拦腰给阻止了 害得以色列还赔了一笔款给中国 中国没办法 只好自己搞 现在都搞出来了 空警2000 空警500 空警200 空警600 据我了解这个空警 这个预警机的水平超过世界上一般的国家 再举一个例子 再举一个是北斗 再举一个小例子 航空母舰 中国刚刚买的 舰载机有了 但是阻拦所没有 这个阻拦所呢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 一个美国 一个俄罗斯 不卖 中国后来跟巴西去研究 因为巴西有个老的航空母舰 巴西就受到影响 就不让中国自己搞 阻拦所先出来了 但是必须承认 目前中国面临到最大的一个麻烦 就是芯片 华为的于成东 说9月15号高短信片没了 台积电受到美国的限制不能再供应拿了 任正非在7月底的时候 连续跑了好几个著名大选 无非就是希望能够去争取更多的天才的学生 能够加入到华为的阵营 他在全球争财 高薪全球争财 另外我们知道 中国芯片最重要的一个障碍就是光刻机 所以他现在已经聘请了全国数以百计的光刻机的工艺师 全力突破 除了华为本身以外 中国政府现在也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计划 来加以全面突破 前几天还通过了一个有关集成电路产业跟软件产业 如何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政策 一旦中国政府通过了这样一个政策 就表示他要用举国之力来干这个事儿 目前中国的芯片都是用那个硅 硅基芯片呢台积电已经可以做到7奈米量产 正在攻关的是5奈米跟3奈米 最终2奈米到极限 这叫物理极限了 所以快到顶了 那中国目前怎么样 能够量产是28奈米 14奈米到今年年底之前可以尝试量产 那换句话说 14跟7跟5中间还差了一个价钱 那中国落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不是在于设计 芯片分两个 一个叫设计 一个叫制造 这个光刻机呢全世界只有一个卖家 就是荷兰的SPL 价钱其实也没太贵 但你买不到 这个中国的中芯两年前就订了一部 但是美国租了 中国打算用另外一种原料 不是硅的 是石墨锡 石墨锡做芯片 叫碳基芯片 这个碳基芯片跟硅基芯片 可以有两个比较 一个它的效能高 碳基芯片的效能是硅基芯片的1000倍 重点不是在于这个1000倍 重点是它对于光刻机的要求很低 能够做28奈米的硅基芯片的光刻机 就可以用来做5奈米的碳基芯片的光刻机 那么这个技术的发展 中国现在遥遥领先全世界 一旦突破了以后 整个芯片的市场完全会被颠覆 当然 这里面还有一些不确定性 就很多人说中国科技现在行了 但你的理论不行啊 你的基础科学不行啊 未必啊 最近我和日本文部审教育部 公布了一个新的资料 资料显示2016年到2018年 中国在全世界一流的科学杂志 所有论文数第一是超过美国 中国第一美国第二 德国第三日本第四 除了这个之外 就军备 中国现在已经直追美国 我现在要讲的是 中国在很多杀手舰武器上面 不是敢已经超越了 高超音速导弹 东风时期我们以前讲过的 量子雷达 隐形机 电磁弹射 美国的辐射级航母到现在的位置都不成功 中国003有渴望领先全世界装电磁弹射 还有电磁炮 一样 美国下面一个压力 美国史料所危及的 就是国家治理 之前你去问一百个人 全世界国家治理最好的国家之一 美国 起码前三名之一 而中国呢 不会吧 一定在很后面吧 这次新冠疫情又颠覆了大家的过去的印象 不对啊 中国新冠疫情的国家治理能力 远远超过美国超过一般国家 除了国家治理之外 美国可能会面临到即将到来 现在还没来的 也是没办法想象到的 全球治理能力 我们知道今天全世界二战之后 整个全球治理是美国主导的吧 二战之后的金融 经济 贸易 政治 安全 通是美国主导的 可是到了21世纪以后 美国变成一个麻烦制造者了 美国式的全球治理 根据的是个霸道概念 以霸道作为一个核心 霸道跟王道是中国政治哲学里面 非常两个重要的概念 西方人可能不懂 美国自认为 老大我记得呢 全球治理治理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 当中国影响力化语性增加了以后 中国会提出全球治理的另外一种选择 就不是霸道 而是王道 这王道具体的说 类似像全球命运共同体 类似像中国 几十年前就提出来的 外交和平共处五原则 互不侵犯主权 互相尊重主权 互不干预内政 这个东西就是王道概念嘛 那美国不信这套的 那中国过去没人提 或者是提了以后没人理 但当中国变成一个强国的时候 中国会提出 这才是我们人类 应该要去选择的方向跟道路 最后大家会怎么选 答案很清楚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